壽星最停迷 晉級千萬大行情 生日優惠專案 免費幫你升級 想要賺到300萬嗎 還是要賺到千萬 我們投資一定要有個目標 如何將你的資產 晉升千萬 是你今年最大的目標 不怕沒行情 只怕你沒跟上 3324酸紅93.78 3689的勇德55.3% 2330台積電45.5% 今年超大行情我幫你 每一檔目標設定50%以上 趕快打電話進來 或LINE 私訊給我 我給你生日專屬 晉級優惠專案 讚 加LINE 填寫表單 或來電 0225231988 胡老師生日 讓你最開心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整次收看超越聯盟 你要看 最關心你的 節目 就在超越聯盟 我真的 我不喜歡看到股票 出現長黑帶量以後 掉下來就恐嚇各位 你幹嘛你買在高點呢 你還找我 我給你看這張股票 當然還有兩分鐘才收盤 我只能很感慨的講 像這一天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我們跟各位講過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有沒有敗相 我說以我學的技術分析 他所有均線站上 所有均線之上 我覺得沒有敗相 這個我講過 我在節目中講 我不知道你買 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會買到比較相對的高點區的位置 那有時候 我不要嚇你 你想像我在電視節目中340塊5毛就跟你報告 雙雙雙雙雙雙 如果我要嚇你 我說啊 創高了 你一定會來找我嘛 我不做這種事 因為每個派別不一樣 我不喜歡看到股票下來 因為嚇到你了 你才來找我 我不做這種事情 我也說過了 當然今天 你先看看我的標題 我記得 曾經鴻海董事長有說過會到200塊 現在大家也都在問我說 鴻海有沒有機會到200塊 那甚至有人問說台積電會不到800塊 我就說我乾脆我今天就把這個當一個標題 來給各位看 觀眾朋友我必須講 你要收看超越天風的節目 我們LINE的官方帳號有五大優點 你真的你加入以後你就會心有氣氣焰 我們每天 會把一些重要的訊息 專業的報告 提前的預告 焦點個股 專業諮詢 我都會跟你講得清清楚楚 那 你有看到我姐雙紅的 或者有看到我姐紅海的 有看到我姐台積電這些的 請你支持我一下點贊你加一 我就謝謝你 那 明天是我生日 一般人講 我覺得生日 到我這個年紀就會想到 其實生日就是母難日 所以我已經不過生日了 因為前年媽媽走了 我就 我不會再過生日 但是 我們公司一定針對生日會有些優惠 所以 在明天之前 我說生日的優惠專案 你們要參加的 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 幫各位找最好的股票 我相信 我這幾個方法 我都跟各位講過 寄線往上回 這個寄線是買點 日KD在低檔 黃金加差這個 我該講的我也講 我也說我用月K線來做股票 包含台積電 當時 391塊5毛的一個買點 這個背離的 你們要學都學得到 528塊買的 我就跳過去 我用最快速度給你看 我說我包含587塊的台積電 一直上來 我給你看最後一天 就是上禮拜五 我覺得這心有欺欺欺欺欺 你們有時候 我不懂耶 為什麼一個富士指數 你們也都是拿投資人的辛苦血漢錢 你在最後一盤的時候 把台積電掉了12塊錢下來 何必呢 我覺得有時候 我對一些什麼什麼指數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就算要賣 你為什麼要在最後一盤的時候用K的 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呢 我不知道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台積電 他也填習了 今天又重新漲14塊 比他那天K的還要多 那天K到700 就是還沒有K之前是765 今天764再加上3塊半 你說何必呢 有這個必要嗎 所以我台積電我坦白講我也不會出 我也不會出 所以我覺得做股票何必這樣 人家啪一下就填習 秒填習 這就是台積電 秒填習 我覺得 會不會到800塊 你們收看我節目 慢慢看下去 慢慢看下去 因為我覺得有些時候是一種使命感 因為每個人買股票的方式不一樣 那陳如柏講的 我是盡我最大的能力 我會跟各位講 比如說這場雙紅 第一次309塊就跟各位講了 他漲了79塊 然後從340塊五毛這樣一路上來 你們也知道最近他一直在震盪 一直在震盪 一直在震盪 股票市場上就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天我箭頭往上畫 你會說這個圖怎麼不見 因為我收完盤以後有習慣 就把當天的全部都重新再把它 因為我 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收完盤以後 我會重新再做一張把它放上去 你可以去看一下3月14號那天 我是不是箭頭往上 因為 寶博應該有印象 我把那張圖也拿下來 我放這張圖放上去 我為什麼我會這樣每天跟各位起來 因為我不希望各位 我不希望你怎麼樣 我不希望你 買到股票了 因為慌慌張張又賠掉 我幫我今天盤送連線 我有講 今天雙紅有機會是創收盤 歷史新高 你們去看剛剛 一點連線的時候 我也很會這樣講 我不是要叫你們買 而是 人總是有買錯的時候 那 你就算你今天你買錯了 你要賣 你要賣得有尊嚴一點 因為大家都是賺辛苦的血案錢 何必 我當然知道說創高以後要嚇你很簡單 你看嗎 745跌跌跌跌跌到610塊 這差那麼多你還找我 我不做這種事 我反而在那一天 我節目中我講說 這裡所有均線 網上照上所有均線之上 他沒有 拜相 你有收看我節目就清楚了 我該講的我也講的 這個 去年我就 針對他我就是覺得非常好 那我也說過 你們如果 認同我的理念了 那我的生日優惠就是最後這兩天 我會盡我的能力 當然這是一種 slogan 你有錢人當然是希望賺更多一千萬 那你大資金的你找我 我也盡量努力 那你小資金的 一樣 我們沒有分大小資分 只是在配置上面會有一些差別 因為你說太高價的 像雙紅已經漲那麼多了 那你資金比較少的可能就買其他的 我一定會幫各位量身訂做 這你放心的 我底部的股票有沒有超過五十八一倍的 你們都看在眼裡 今天 今天你說每個禮拜有沒有新的標的 一定有 今天禮拜一而已 上禮拜二是誰跟你講鴻海的 我的技術分析好不好用 很多人說 杜老師是技術分析派的 我不會跟你踩煞車 我不會因為股票 我講了 早上去的 我就跟你講說 哎呀這裡不能買了 這裡創高了 你們要 那我不做這種事 裡面還有糕點 我不會為了收會員才來教技術分析 這是我覺得 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叫五十週以上黃金教材最強 你們慢慢去體會 然後我也給你看這張圖 我上面寫一百三十四塊五毛 我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看今天過了 其實有時候感慨萬千 股票沒有永遠是誰講的 就是誰的 而是大家可以參與 所以今天看到 我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今天它最高來到一百三十七 你如果從月K線看的話 你問我鴻海怎麼看 我很早以前我就畫在這裡 你們會不會看 你們會不會看 你會看的人就知道 他第一筋打完了 有沒有機會到兩百 我們就慢慢看下去 好不好 你手上有鴻海的 有沒有謝謝我這一波 就跟你們之前有台積電的 有沒有謝謝我 我不管你會不會參加我的會員 你有手上有鴻海的 或者你有台積電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按個加一 按個讚 這樣就夠了 你不見得要說 你可以去找別人錄會沒關係 但是 台積電的關鍵時刻 鴻海的關鍵時刻 或者是雙紅的關鍵時刻 你有收看我節目 你抱住的 你幫我加個一我就很開心 或按個讚 我要看一看人多不多 這市場上就是這樣 我不瞞你講 當然鴻海 當然有人在低檔就跟你講 可以鴻海的 可是他一上來的時候 可能就跟你講說不能買的 或者叫你賣的 我去跟你講 這出現貝禮 你會不會看貝禮 股價創低 20黃金加沙往上 你懂的人就懂 好不好 那你不懂的我也沒辦法 因為 我常常覺得股票就跟以前 我曾經讀過一篇文章 他上面寫的那個意境 我一直到 到我這歲數的時候 我終於了解 他有一句話 我應該沒有念錯 如果有錯 你們來糾正我 他形容是花朵 前期 很多的花朵 他說 蘭紫千惠各有所好 意思是說很多花 大家都很 那有一種花會特別臭 但是還是會有人去要它 叫做海瓣有竹獸之夫 我都還記得 這以前郭文老師教的 我都還記得這個 那股票本來就這樣 你覺得鴻海有沒有這價值 賺10塊多的股票 應該有這價值 對不對 你們覺得133就很高了 今天人家又更高 所以你如果那天漲停板賣掉了 你今天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講 我就照我的模式跟你講 還有過了一個 因為 你要拿鴻海來比的話 我反問各位一件事情 我先聲明一下 我對股票我沒有成見 你們不要說 那我問各位一下 今天它漲停板 我當然知道 我沒講過這檔股票 它曾經是一檔標股 它今天跌很深以後漲停板 可是你如果同樣叫我選 我還是會選鴻海 為什麼 因為神盾去年虧9.97 你們買的人當然有你們的自由 我也不方便評論 我沒有說它不好 它今天漲停板252塊 但是 我做節目是這樣 我不會一窩蜂的時候 去跟你推薦說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我還是會 我最起碼有一個頂線 就是我會去把關基本面 這我必須講 那你同樣的 我為什麼跟各位介紹139塊的微暖 4953的微暖 今天創高 理由非常簡單 我一直在跟各位講 它當然沒有比今天的四殿或神盾要來得強 你要解要解什麼樣的股票 董老師你應該解四殿 它漲停板多好 你應該解神盾 今天漲停板多好 當然 政績以前我解過了我就不講 112塊我解過了我就不講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 我講那也沒意思 可是 我常會覺得說 我今天我解微暖最主要的想法 其實就是 我看中的是 微暖去年的EPS有8塊多 8十幾億的股本 基本上就8塊多 那法輪菇今年大概會有100億以上的營收 那是不是EPS會10塊錢 那EPS10塊錢的微暖 今天不錯來到152塊 這沒有漲很多 152塊 你們當然會覺得四殿很強 那四殿為什麼強 因為四殿上次有回測月線 你說這種股票有沒有敗像 沒有 技術分析絕對沒敗像 但是它今天是220塊 225.5 可是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它的獲利情況 去年它賺4.51 配3塊錢 乘幾何時重電股可以有那麼高的本益比 去年賺4.51 200多塊 我跟各位介紹的偉銀團 本身就是做ESG的 也就是現在最當紅的 AI用得到 新能源車用得到 互聯網用得到的 今年有機會賺到10塊錢 它股價連四殿的3分之2都不到 更不用講說 沒辦法跟神盾比 神盾我也沒有說神盾不好 你們會去買的就是對的 但是神盾去年是虧了將近一個股本 虧了9.97 這樣各位懂我的意思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微暖 理由很簡單 因為如果照技術分析的架構來講的話 很簡單 它之前是不是回測季線 是啊 回測完季線以後有沒有再回測月線 有 那 那如果回測月線完就會再創高的話 那是不是有機會跟 試電一樣回測完月線以後創高 這樣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願意去買試電的人 無非也是認為 你們想要買試電賺價差 那你們會用技術分析去做就是因為 它所有均線往上站上所有均線之上 回測月線試買點 你同樣的以我對於 微暖的看法也是一樣啊 它回測完季線以後又回測完月線 所有均線馬上站上所有均線之上 所以我要去買它 而且它的業績 講直白一點 比試電更好 然後配息也配得比試電更好 股價只有試電的三分之二 你說我這樣選股 我覺得你們報股 是會很安心的去報股 因為我覺得你去買一檔創歷史新高 二月又創同期歷史新高的 本身又是做ESG的 何樂為不為 所以我做股票 我常常覺得說 你們怎麼選股 我不知道 但對於我來選股來講的話 就是藍子千惠各有所好 海盤有詛咒之父 就同樣的 你先問我說鴻海要不要買 我當然說要買 它賺十塊多 你今天就為了買試電 會買神盾的人 你有沒有思考一下 鴻海賺十塊 我就嚴禁於此 因為每個人操作的方法不一樣 我操作的方法就是 我會技術分析 一步一腳印的 藉由基本面來看 所以 維暖今天又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法輪把他目標看到175塊 不要說我說的 如果說我說的 你們會講 你消息來人在哪裡 請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講說會到175 那如果說會到175的話 從形態學來講的話 上次高點就是175 那各位有沒有算過 我算給你聽一下 剛好 到這一週 第34個禮拜的時間轉折 你們知道要不要好好把握 1 1 2 3 5 8 3 2 11 3 4 5 15 8 9 144 叫做時間轉折 他剛好遇到了34個禮拜的重要時間轉折 你說 我要不要跟各位報告 很重要 真的 股票市場上沒有誰利不利害的問題 而是 你買到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再創高 那法輪他今天調高他目標的依據在哪裡 我認為就是挑戰一次減高 所以我拿資料給各位看 我說法輪目標為175萬 你們看會不會到 因為我覺得買股票就是 我買有業績當後盾的股票 有法輪估的股票 我覺得我買的非常安心 就像說我為什麼會跟各位講買台積電 買紅海 甚至買雙紅這些股票 就是因為有業績 我也不怕他抵 好不好 當然偽創也是一樣 偽創 外資目標價是看到145塊 你們相不相信就 你自己看 145 那我也說過了 在00939來講的話 他佔的權重有5.85 你今天會覺得說星星上來了 偽創呢 偽創也有佔權值 那就看下去嘛 就看下偽創 我覺得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我做股票是很 我很堅持 我覺得 其實AI股票也沒有 這一波也沒有跟著完全上來 尤其是 明天19號你就會知道說 人家開那個會的主要的目的在哪裡 我也不要講太多 因為盤中已經講那麼多了 每個人都知道要開那個會 那宏記一樣我不會看壞他 最主要的原因 他已經有新產品 新產品問世 也許說今天沒有漲 沒有漲 收到平盤 那又怎麼樣 你打下來可以讓你買 你不買 我只能笑一下 因為 因為講實話 那我學過的技術分析就很簡單 記憲往上回 這記憲就是買點 那我學過了 我不敢跟你講 我遇到了不同樣的股票 我轉彎了 這又不是我的風格 你再來我再跟各位講一下貝離 貝離真的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六四分線 你有沒有看到貝離 有貝離 他股票有創一次 敵又勾上來 這不是貝離是什麼 你們不要看 我今天找盤也講 這次貝離的那麼厲害 你們做股票 其實你們要一直想說 看超級巔峰的節目要 要學一些技術 我就算跟你明講 你不買我也沒辦法 這不是貝離是什麼 什麼叫貝離 我股價創低 二次黃金交叉往上 叫做低檔貝離 你說有沒有例子 我馬上找給你看 如果你印象所及的話 上次台積電那個就是最好的貝離 對嗎 股價創低 二次黃金交叉往 我放在這裡 你問我現在台積電到哪裡去 我那個391塊 我要跟你講貝離的時候 有哪一個人相信我 我給你看一下是不是貝離 我就放在這邊給你看 我早上就講貝離 你一定要看到他拉上來 拉到平盤的時候 你才會相信說他貝離 那我也沒辦法 我說實話 投信已經開始在買了 投信已經開始在買了 我只能說我堅持的股票 你就慢慢看下去 沒有關係 我剛剛印了 你看這種股票居然借券賣出高達19萬張 你們覺得合理嗎 建台穎股市為什麼我一直那麼看多 就是因為借券賣出 昨天又到了一千萬張 昨天又到了一千萬張 我給你看一下 一千零一十三萬張 他們只會跟你講融資增加 從來不跟你講說 這個放空的 放空到哪裡去了 你說這盤掉得下來嗎 解盤不能夠只站在一個方向解降會錯的 你只有收看我節目 你會看到這股市的真相 戒券賣出 在上禮拜五 掉下來的同時多了十四萬五千多張 那今天通通都被尬到了 真的 19萬張的戒券 就空這個紅機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為什麼說這個 今天晚上有個大會 人家已經把產品推出來了 使用的是AMG8040的處理器 使用的是NVIDIA的RTS40的獨立顯卡 這不是標標準整的AI概念股嗎 你們寧可去買一些賠錢的股票 漲到兩百多塊的股票 明明是AI股票還沒漲的回測股票 你們看都不看 這就是我對於大盤太有信心的地方 真的 我學技術分析不會因為股票轉彎 我學基本面我也不會因為股票轉彎 我堅信我選的股票都是有基本面當後盾 藉由技術分析來買它的 所以我們買的安心 我們可以很快樂的 那真的 壽星罪挺你 晉級千萬大行情 這生日優惠專案到明天截止 我也真的很誠摯的邀請觀眾朋友們 你覺得我很認真的有在幫各位在看股票 而且我找的股票都是市場上我覺得是未來趨勢裡面 以前沒有現在有未來會更多的 會上漲的你來找我好不好 那資金大的人你希望你要賺更多的一千萬的 你可以藉由電話來找我 或者藉由LINE來找我 那你同樣的你小資金的 那你第一個目標我們先賺到三百萬 強股倍長操作 你也可以來找我 那同樣的我們 這個生日優惠我幫你升級 沒關係我會期多一點 打折扣都沒關係 重點是你要不要跟著市場上最認真 最努力的分析師 我不敢講說我最準 我從來沒講過 但是我真的很認真 我找的股票絕對是有業績當後盾的 我們藉由形態的突破 或者有回撤的 我們來做這些好股票 不怕沒行情 只怕你沒跟上 下一檔底部的股票 我們目標就是要賺超過50%以上 也預祝各位 每個操作都順利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資格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